鲜美海鱼品尝会 粤菜经典 清蒸石斑 肉质细嫩 味道鲜美 斑石雕 制作此生最好的鱼 味道清淡优雅 口感又很坚韧 用鱼骨鱼皮熬制的汤 颜色嫩白 营养丰富 令人惊奇的是 这石斑鱼竟然是在 山东莱州养殖的 要知道 它可是一种生活在 热带海域的鱼 这么稀奇的事 咱们的记者可要去一探究竟 传播农业科技 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 农广天地 山东莱州 地处渤海之滨 莱州湾畔 这里最富盛名的 当然是各色海鲜 而海鲜里最受欢迎的 还要数各种各样的海鱼 今天我们的记者小林 就赶上了一场海水鱼的品尝会 在这里有什么样的美味呢 咱们赶紧跟着它 一起去看一下 这一条带花纹的是什么鱼啊 这种鱼叫石斑鱼 是南方比较名贵的一种鱼 斑鱼类的 它的肉比较有嚼劲 肉质比较紧 对对对 那这一条呢 看着好漂亮 这种鱼 是吧 这是什么鱼 这种鱼叫斑石雕 斑石雕 对 看着好漂亮 这种鱼也非常好吃 尤其是做那种刺身 是一种可以做鸡体刺身的 莱州人喜欢吃鱼 也善于烹饪海鱼 几乎每家饭店的厨师 都有自己拿手的做法 小林来到的这家也不例外 为了答谢顾客 今天他们店里 要举办一场 小型的海水鱼品尝会 厨师安东 已经开始忙碌起来 石斑鱼 它采用的是 粤菜里最经典的做法 清蒸 为了更好的入味 收拾好的石斑鱼 需要从中间切开 然后在两侧打花刀 展开铺放在盘子里 撒上适量的盐 放上一些葱姜 去除腥味 为保持肉质的鲜嫩 蒸的时间不宜过长 十分钟左右就可以 蒸好后 取下蒸透的葱姜 撒上新鲜的葱丝 干辣椒 香菜 然后加一点酱油提味 把油烧热后 直接淋在上面 鱼香混合着葱香 便扑鼻而来 清蒸石斑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石斑鱼的营养 并且肉质细嫩 味道鲜美 斑石钓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它在自然海域资源很稀少 而它的肉质却非常鲜美 尤其适合制作刺身 安东先将鱼体进行了分割 鱼头 鱼刺 鱼骨 甚至鱼皮 都仔细地切了下来 剩下的就是白白嫩嫩的鱼肉了 日本有句俗话 花中鹰 鱼中鸟 喜欢食用生鱼片的人 最推崇的就是鱛鱼 而斑石鸟 就是代鱛之一 它的肉质非常紧实 刀工好的话 可以切得很薄 切好的鱼片 颜色白系通透 非常的漂亮 斑石鸟刺身 味道清淡优雅 口感又很坚韧 细细品尝 可以感受到一种 宁静甜蜜的内敛滋味 鱼肉制作刺身 而分割好的鱼头 鱼骨 鱼皮 也不会浪费 安东要用它们 来制作一道 斑石鸟 美籍鱼汤 锅里油烧热后 放入葱姜 炒出香味 然后将鱼骨鱼头 入锅翻炒 炒到微焦之后 加水熬煮 为了保持鱼汤的鲜味 不需要加太多佐料 放适量盐就可以了 熬煮大约30分钟 就可以出锅 斑石鸟鱼汤 颜色嫩白 并且鱼皮中丰富的 胶原蛋白 都融合在汤里 不光味道鲜美 营养价值也很高 除了石斑鱼和斑石鸟 安东还准备了 清炖夹鸡鱼 煎闷蛇塔等菜药 这些都是 渤海莱州湾里的特产 鲜美的海鱼上桌 让食客们大饱口福 而说到海鱼味道鲜美的秘诀 安东告诉小林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鱼的新鲜 他所做的这些鱼 都是在本地捕捞或者养殖的 在烹饪前 都是鲜活的 不过 这个说法却引起了小林的怀疑 要说这斑石鸟 夹鸡鱼 是本地的 没有疑问 可这石斑鱼 怎么可能是本地的呢 这鲜美的海水鱼 真是让人大饱口福 不过 刚才厨师告诉我一个稀罕事 说这石斑鱼 竟然是当地养殖的 可据我了解 这石斑鱼属于暖水性的鱼类 对水温的要求比较高 大豆生活在我国的东海和南海 像福建 广东 海南等等 那位于山东烟台来州的 渤海之滨 怎么会有石斑鱼呢 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去 看个究竟 我们都知道 不同的海域出产 不同的海产品 随着物流业的发展 南方的鱼在北方市场销售 已经是见惯不惊了 可是 如果南方的鱼 生活在了北方 这您会相信吗 经过一番打听 我们的记者小林 还真找到了这处 南鱼北仰的地方 您好 庞老师 你好 听说这里面就有石斑鱼是吗 是的 哇 我到现在还不太相信 因为这石斑鱼是生活在很温暖的地方 可是这现在体感温度也就不到20度 到了冬天会更冷 那运到这儿来养殖 他们能住的习惯吗 还可以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进去看看 庞尊芳是这个养殖基地的技术负责人 花浩皮靴 跟着她进入养殖车间 小林一下子便有了异样的感觉 潘老师 咱这车间好大呀感觉 咱们这是一个标准的单元化设计 我们每一个单元是24个养殖尺 我还感觉这里面还挺热 就好像进了澡堂子一样 是那种湿热的感觉 这里面得有多少度 这里面湿弯的话应该在28度左右 28度 确实海曼热 那水温呢 水弯的话我们是营造了一个最湿的水弯 应该在26到28度之间 它有个水温表 看一下 你看 正好27度 27度 这个是它适合生长的温度吗 这是它的最湿水弯了 石斑鱼在它的原产地的时候 由于在南方嘛 在南海 它的水弯都在 常年在25度以上 就营造它一个比较适合的舒适的环境 对对对 现在的话我们是人为的 给它创造了一个最湿的水弯 常年拨持在26到28度 这样它的升上速度就特别快 通过介绍 小林了解到 石斑鱼作为一种热带鱼类 在我国主要分布于 南海及东海南部 它对水温的要求比较高 野生环境下 水温要在18到34摄氏度 才能满足生长需要 因此 要把它引入北方养殖 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养殖环境问题 哦 明白了 咱这个车间就好像是 种蔬菜的温室大棚一样 来符合它一个生长环境是吗 它这个蔬菜大棚 还是不一样的 咱们工厂化这个养殖这个大棚 有蒸汽增弯设施 还有一定的保弯措施 咱们的墙体是采用了全新的聚烟值保弯 墙体是特殊的 对 然后咱们这个棚底 用了全新的这个保弯隔热被 哦 就像这厚厚的跟棉被一样 对 对对对对 通过它增填着这些设施之后 咱们可以做到冬天 湿地弯度不会太低 夏天湿地弯度不会太高 保持一个温度的恒定 对对对 就是通过人工的这个增弯调弯 从而达到南鱼北洋的解决 妈妈适应了养殖车间里的闷热 看着池子里游来游去的石斑鱼 小林忍不住 想要跟他们亲密接触一下 我看他们还挺适应 这里面的环境 都特别的优先游着 对 因为它从小就在这边长大 从孵化标出到成长 这么温顺 那我能捞一条看看吗 这石斑鱼的游动 游用是非常迅速的 游动能力特别强 一般人是抓不到的 看着挺温顺的呀 要不我试一下 好 试一下 但是这石斑鱼是食用动物 最好不要把手放进去 这么凶猛吗 对 一不小心会摇到你的手 好 那我小心 好嘞 差一点 可是这不好抓的 我想要看一下 仔细看一下 那还不简单呢 你得需要专业的工作人员给你抓 那也就是说您能帮我捞一条 好 我也要试一下 你也要试一下 行 那您来试试吧 好吧 厉害厉害 而且还逮到了不止一条 对 真是 这个石斑鱼是我们繁育的云龙石斑 哇 好活跃 我们常说的石斑鱼 其实有很多品种 它泛制庐形木物之 科石斑鱼亚科里的各属鱼类 常见的像云温石斑 老虎斑 东兴斑 以及个头巨大 号称斑王的龙胆石斑等等 而庞尊芳的企业 养殖最多的 则是他们自己繁育的云龙石斑 郝老师 这个我要拿起来看的话 应该怎么拿呀 你剩下要躲避看着它的头 看着它的背部 它已经把背部尖利的刺身 说起来了 就捧着吗 好 就立开它的背部 哇 就这样拿着就好了 是吧 好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嘴张得特别的大 感觉就好像 我下一秒就要咬你了 而且 看着牙齿 全都是竖起来的 锋利的小刺 那我如果不小心 把手指伸到它嘴里 那我手指就出不出来 以后就没有了 是吧 不会 还有的 骨头还在 骨头还在 野生环境下 石斑鱼是一种 非常凶猛的烈石性鱼类 尖锐的背脊 用来防卫敌人 嘴里一层层锋利的牙齿 则是它们捕食猎物的终极武器 那这牙齿到底有多厉害 会不会像彭尊芳说的那么恐怖呢 小林决定来试验一番 刚才庞老师告诉我 这石斑鱼的牙齿非常的锋利 那怎样去检验它的锋利呢 当当 我们就准备了一个王挂 而为了安全起见 不被咬到手啊 当当 我的右手已经全副的武装了 而且戴了很多手套 那咱接下来呢 就来做这个实验 看看我们的黄瓜 到底能被咬成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现在来拿起来看一下 哇 虽然我的脸上 你这箭的全都是水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黄瓜 不用我多说什么了 我觉得幸好 我戴了这么厚的手套 万一我这手要伸下去啊 哎呀 没一会儿功夫 黄瓜就被咬得面目全非 这个实验 让小林对石斑鱼的凶狠 有了一定的了解 而趁这个功夫 彭尊芳已经和工人们 准备好了饲料 喂鱼的时间到了 据我所知啊 在自然条件下 这石斑鱼是一个 非常凶猛的鱼类 而且它是吃肉的 像小鱼小夏 都是它的美食 那从南方来到了北方 又从海洋来到了养殖车间 它吃的又是什么呢 正好那边在喂食了 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黄老师 这些就是石斑鱼吃的食物 这是石斑鱼的专用饲料 配合饲料是吧 对 这里面都有什么成分 它里边有全家的专用鱼用蛋白 脂肪 维生素 一些抗物质 我闻了一下 有好大的鱼腥味 对 还有专用进口鱼粉做制作 我看它们还都挺喜欢吃的 都抢得特别厉害 对对对 不过 石斑鱼作为一种肉食性的凶猛鱼类 在自然界中常以突袭的方式捕食小鱼虾等 而在这样的养殖车间里 持着饲料长大 它们的生猛野性还能保持吗 教练决定再次对它们做个试验 那在野生环境下 这石斑鱼也是一个非常凶猛的肉食性鱼类 那今天呢 我也为它准备了 非常喜欢吃的霸鱼 我们来看一下 在工厂化养殖下的石斑鱼 它的凶猛程度能保持成什么样 这霸鱼的个头也不算小霸 可是放下去没一会儿 上来只有个空绳子了 看来这工厂化养殖下的石斑鱼啊 也不能笑瞧它 虽说养在了池塘里 但石斑鱼爱吃肉的天性 看来是改不了的 一条霸鱼 眨眼的功夫 就让它们抢了个精光 都说野性难逊 看来还真是这样 通过庞尊方的一番介绍 小林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南方的石斑鱼 可以在北方养殖 不过了解了南鱼北养的奥秘之后 有一个疑惑 反而变得更大了 我这一圈了解下来 发现咱南方的石斑鱼 在北方养殖 无论是设施 还是技术方面 要求都非常的高 那这个南鱼北养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首先咱这石斑鱼 它的味道比较鲜美 营养比较全面 它不只受南方的消费者喜爱 咱们北方 特别是北京天津地区 它也有需求 但是咱们都知道 从南方 特别是从海南 远到北京市场的话 它这个远输成百会很高 咱们北方养鱼的话 这就是体现出 它的一大优势 其次的话 咱们这个南鱼北养 这个技术 为这个国家的 这个现代化鱼业 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咱们现在实现了 这个石斑鱼的南鱼北养 将来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金鲨鱼 大黄鱼一项 一样可以推广一项技术 都可以 对 斑石雕 不仅可以制作美味的刺身 甚至可以当作观赏鱼来养殖 这种鱼 在自然界中 也非常珍贵 想知道它是如何走上 我们的餐桌吗 不要走开 稍后精彩继续 在海水鱼品尝会上 我们的记者小林 还见到过一种 可以制作绝品刺身的鱼 它的名字叫做斑石雕 这种鱼在自然海域的资源 比较稀少 而它的肉质却非常的鲜美 因此市场价格很高 那它是如何走上了 我们的餐桌呢 我们跟随小林继续来了解 正式看中了斑石雕的经济价值 所以从2012年开始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就和莱州湾畔的一家企业 进行斑石雕的人工繁育研究 最终在2014年繁育成功 到2015年 已经实现了全年繁育和产业化发展 为我国的海水养殖 又增加了一个高端的海水鱼品种 为了详细了解斑石雕的养殖 小林来到了这家企业 并找到了养殖技术负责人李文生 在她的介绍下 小林得知 原来这斑石雕的养殖方式 也非常的有特点 随着鱼业技术的不断进步 石斑鱼已经实现了南鱼北养 而斑石雕 它本身就是荒波海海域的原有鱼种 这种鱼的养殖方式也非常的有特点 这个方法叫做陆海接力 跟随李文生 小林来到了斑石雕的养殖车间 这里是陆海接力养殖模式的陆地部分 我想知道现在咱这一池塘的鱼 它有多大了 现在规格的话在一两左右 然后这些鱼呢 也是我们准备导到海上 去进行往下养殖的鱼 海上养殖 是啊 它为什么不在这里面继续养了呢 因为我们车间呢 主要是冬季进行苗种的这个培育 然后到了每年的五月份 我们可以把它导到海上进行往下养殖 形成一种陆海接力的一种养殖模式 经过李文生的介绍 小林了解到 这陆海接力的养殖模式 就是鱼苗到幼鱼阶段 在车间里养殖 每年的五月份 把长到二百克左右的一道海里养到十月份 体重达到一斤多的时候 捕捞上市 陆地到海洋的接力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先把一框框的班石雕鱼 装到活鱼运送车上 拉到码头之后 再卸到运送船里 然后运到海上的网箱里 为了进一步了解 小林跟随李文生乘坐摩托艇 来到他们的网箱养殖区 一望无际的海面上 数不清的网箱漂浮着 场面非常壮观 这个就是咱的网箱啊 对啊 这就是我们山水网箱 咱能上去看看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不过今天风浪有点大 没事 咱小心一点 好的好的 我这从船上到网箱 简直就是两个感觉 刚才从船上的时候 晃晃游流 但是我这刚一落地 哇 太平稳了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跳几下都没问题 我保险起肩我得抓着啊 看 这样跳 非常的平稳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网箱特别的坚固 网箱采用钢管作为框架 下面挂着网衣 依靠那些橘红色的斧子来支撑 班石雕就生活在网衣的里面 跟着李文生在网箱上走了半圈 里面隐隐约约看到了 班石雕的影子 这有好多班石雕啊 对啊 像这一个网箱咱养了多少啊 我们这一个网箱的话 养500克的班石雕的话 可以养4千尾左右 4千尾 对 我特别好奇 咱一直在工厂养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运到在海上 这边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我们有12万亩的海域 而且我们海域现在利用 也是我们将来渔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要利用好我们的海域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海上建立了这样的山沉网箱 然后我们建了200多个 也是拓展了我们离岸深洋海的这个区域吧 然后再就是在海上养殖呢 它本身利用天然的海水 它对鱼的品质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包括它的体色体型还有肉质 所以我们是提高了鱼的附加值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 然后用网箱养它的一个原因 正是因为有着这么多的好处 如今这种陆海接力的养殖模式 已经在许多地方推广使用 不过这班石雕从陆地转移到海里 它们吃的又是什么呢 将海上的这些班石雕都吃什么呀 都吃配合饲料 配合饲料 对的 每天都会投喂 对 每天都要投喂 然后呢 如果天气比较好的话 我们要投喂两次 你像今天咱有这么大的风浪 它配合饲料投下去之后 不会飘走了吗 第一方面我们投的是浮性的料 它都是飘在水面上 第二块你看我们这个网箱的周边 我们有一层这个非常密的网 就里面这一层 对 它是拦截饲料的 所以我们饲料不会跑 漂浮性饲料 经过一种特殊工艺加工而成 投放到水里之后 会漂浮在水面上 方便于而取食 他们根据班石雕的营养需求 专门制作了这种漂浮性的配合饲料 在网箱里养殖的半年多时间 都是投喂这样的饲料 李文生告诉小林 海上网箱养殖班石雕 除了投喂饲料等日常管理之外 潜水观察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因为班石雕牙齿坚硬 会把网衣咬破 潜水员需要定时潜到网箱里面 不禁要看看网衣是否破损 还要仔细观察班石雕的生长情况 发现有不健康的鱼 也要及时采取措施 在海里生长的班石雕 因为运动充足 体型优美 体色鲜亮 肉质紧实 到了市场上非常的受欢迎 现代鱼业技术的进步 让一些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变成了现实 而不管是石斑鱼的南鱼北氧技术 还是班石雕的陆海接力养殖模式 这些生产技术的应用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为我们的餐桌 提供更多优质的产品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